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在立法会正式宣布 撤回引发香港四个多月来 动荡不安的逃犯条例修正案 这个港府声称 由于22万市民联署支持 不让香港沦为逃犯天堂的草案 然而就算港府现在撤回 对于因反送中而起的抗争形势 也显得无济于是 甚至可以说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 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 指北京正在酝酿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只请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 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采取行动 林郑月娥的继任者将最晚在2020年3月上任 并且做完林郑的剩余任期 一直做到2022年 而这名继任者未必要继续留任 或是做满完整的五年任期 至于可能接替的热门人选 包括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林 以及曾任香港财政司司长 和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 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称 中国官员希望局势先稳定下来 然后再最终决定是否更换香港特首 因为他们不想被人认为是向暴力妥协 英国金融时报 7月时就曾报导过林郑月娥曾提出辞职 但北京方面要求她留任 这个消息后来遭到港府跟北京方面否认 9月份路透社披露的这段录音 更加深了外界对林郑月娥 连去职都没有自主权 只能够亲命于北京的怀疑 金融时报在报导中引述了一名建制派重要成员的话说 接替林郑月娥的人选必须在担任过政府公职 还懂得香港商业运作的人当中选择 同时还需要获得北京的信任 不过这则报导中提及的两位可能人选 唐英年表态支持林郑月娥担任行政长官 陈德林透过发言人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对她的未来动向有不同揣测 她都不回应 这次也一样 中国外交部则反驳这是政治谣言 这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中央政府将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尽快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认为 北京草拟态换林郑月娥的计划 并不能解决香港的政治危机 所以目前极短期撤换林郑的几率不大 加上当地越来越暴力的反中抗争 撤换林郑月娥解决不了冲突 反而等于是北京向暴力抗争者宣布 他们获得成功 目前香港的街头无秩序攻击 已经危机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最新的 区域经济展望报告指出 亚洲的经济成长幅度 可能比原先预期的更疲软 而如果香港的社会政治局势恶化 当地的经济影响可能会颇及到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国家 IMF预估香港今年和明年分别成长0.3%及1.5% 较预估值减少了2.4%及1.5% 此外作为香港强劲对手的新加坡 该国金管局局长孟文能首度承认 香港确实有小量资金移转移到新加坡 倘若出现了大规模走资 也就是资金持续流出香港银行体系 那表示香港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亚洲其他地区前景也会跟着暗淡 这样的说法与IMF的预测相符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也说 若示威冲突持续恶化 预期2020年3月公布的 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香港有可能跌出三甲 被新加坡跟上海超越 由全球第三跌到第五 这是四个多月来 香港最为特殊的一场集会 为声援争取独立的加泰隆尼亚 而办的活动 参与者和平静坐 有人高举加泰隆尼亚的旗帜 某个程度代表香港的抗争 以从单纯反对逃犯条例 走向民主自治的认同运动 这两座城市相隔遥远 抗争者却有着心心相习的情感 加泰隆尼亚争取独立 而香港示威的五大诉求中 虽然主要在争取真普选 和其他的体制内改革 并没有提倡独立 但参与者强调 他们与加泰隆尼亚 共同捍卫普世价值 尤其人民应该拥有自觉的权力 至于那个引发磁场风波的核心人物 像是命案凶贤 陈同家的洗黑钱罪 已刑满出狱 依据香港法律属地法 也就是在哪里犯罪 由哪里审判 他能不能来犯罪杀人地台湾 该不该来 香港的抗争者似乎毫不在乎 这场抗争千秋已过万重山